那么我认为弘扬这种佛法不仅是出家人的事情 作为一个您常年学习和研究佛法的这种居士来说 您一直在大力弘扬禅文化和这种心灵法门 那么它是如何改变人生的呢 实际上学了就要用 学佛学法就要用 如果学了佛不用的话 那就是等于不要没有学 所以很多人过去学佛法 但是它没有用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认为应该佛法家庭化 生活佛法化 我们要把平时的生活一举一动 就以佛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 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们不做 害人的事情我们不做 对众生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做 这样的话才保持你一颗善良的心 那个前几年美国有一个财政部长 他们得了那个洛贝尔文学奖了 人家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他就说了我不是大学毕业 我只是在我的幼儿园里学到了更多 人家说那个幼儿园 他说就是我的大学 那么您怎么会认为幼儿园是你的大学 因为我在幼儿园学到了 人应该追求的最基本的素质 损坏东西要赔 得到的东西要分一半给人 要用善良的心去帮助别人 损坏公务要赔 我们做错了要说对不起要道歉 而现在这个社会因为很多的物欲的追求 大于心灵的追求 所以使人已经辨不清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大家都认为所有人做的事情 这就是对的 而每一个人自己明明是做的对的 但是大家都不认可的 他就以为这是错 所以这就是应该让他们理解 心灵是何等的重要 当一个心灵有善良的人 他一定会得到更善良的回报 当一个人心灵不美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心中就充满了邪恶 所以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我们就是要启发他们这些本性 来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得到一个 能够本性的良心 所以我觉得生活佛法化 我们做人做事情 都要以菩萨和佛的要求来 严格要求自己 菩萨不会骂人 菩萨不会大人 菩萨不会背后因人 这些生活上 如果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这么实实在在做人 我觉得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应该把佛法装到每个人的心中 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阳光 实际上拥有佛法的人 懂得佛法 懂得心灵法门的人 他们的心一定是光明的 因为他们不敢去做坏事 他们觉得有因果 因为我今天做了坏事 我一定会得到人家对我不好 今天我在背后说人家不好 人家一定会到领导面前去说我不好 所以我永远不说别人不好 我就得不到 永远得不到别人说我不好的机会 放弃自己不好的习惯 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 而养成一种佛性禅定 那么这个人就在社会当中 能够站住脚跟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和谐的一个部分